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如今天我是台商的话 我可能在中国大陆地区我有我的账户 我先把它挂单挂进来 假如说我今天要弄个2000万 500万到或2000万这样子进到台湾这边来 我先把这个单挂进去我这个账户的时候 相对的话你自己想办法台商要在台湾本地 去弄出这个500万到2000万的方式 给特定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或对象 那这个对象是什么 黑道 我们有一些黑道 还有一些见不得光的网军的钱 就是从这样子过来的 其实你会看到表面上来看的话 就它是一个台商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台商这方面 我可能就是我转投资 或者说我今天有没有 因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正常的交易模式 这样子进去这里面 其实在背后的时候这种 这背后的资金其实是入资 因为它在大陆的账户有相等 相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资金 它有拿到了 这种是最难去查获的一个情况 那不管怎么来讲的话 而且你说有一年确实有被查到这样一个钱 有一年那个是赌盘 赌盘的话大概差不多在四年前的时候 当时的时候在那个南部 我知道应该是在嘉义啦 然后呢挡掉了大概2亿5千万 当时这笔资金差点出去 一个扭就出去了 可是在那个当事还没有在把它给汇出之前的时候 就被我们的检调单位查获 不过这一点的话 你把勾勒说它是个所谓的共敌罪的话也很难 为什么就是赌博罪而已 它会透过美国跟东南亚 还有那些小额汇款 因为现在因为洗钱法的关系 美国其他国家都管得非常的严 所以都是小额汇款 台湾真相 台湾什么网 台湾什么网 然后它集中地几乎都在中部 挂台湾的不一定是台湾 对 这个是美国第一次通报给台湾说 这一些网站你帮我好好查一查 因为它那个IP位置 它那个IP位置你知道吗 在马来西亚 在韩国 在蒙古 在俄罗斯 还有的设在美国 所以当它汇总了以后 它是证实了王立强的讲法说 五十几个网路公司与直播频道 的的确确是跟中国大陆有关 是 宾哥 中共界选从这个宫庙当中的系统 黑道当中的系统又是怎么运作 这个他讲的宫庙的运作 这差不多在拟车的时候 我一边到柳十几个在吃饭的时候 就百天人在讲 他们现在你看现在 他们不会去锁定大型宫庙 他们都锁定中小型宫庙 而且这些中小型宫庙 它都有成立什么 社团法人 有向政府登记 你看现在很多宫庙 它没有资金来源 但是你看它常常在扮油烂 它常常在扮油烂 它常常在做酒的时候 一刀就两三百度 金钱外头来没人知道 但是你去那边看 你去那边看 你去那边看 一定某某银楼捐赠多少 某某资产公司捐赠多少 你知道吗 这是级委员 就是我之前说地下会队 地下会队立下的时候 立下的时候你委员你看 从银楼嘛 从资产公司嘛 对不 因为你立下到银楼的时候 银楼它很有名义就说 你这张庙我赞助你多少 对不 但是有一个名字我会给你 譬如说现在参与了 名义代表现在参与了对不 我这个公廟 赞助多一个立法委员多少 所以你怎么看到人民币 没看到吗 你一看到台币嘛 对不 所以我跟你说 现在公廟你看 小型公廟 你不要看中小型公廟 它的迅度有很多 不然它一次签两三百度 是怎么两三百度的人来吃 那签起来有说什么 签起来 我跟你说 油浪出去 就说 起到外地的时候 你都要支持什么人 现在公廟 公廟你看看 公廟只要来的时候就对了 候選人有来就对了 其他的候選人 不是他属于的候选人 他绝对不跟你叫 他属于的候选人 他就来叫 大家要心知肚明 这大家信徒都知道 就知道说 我这间公廟 我要支持什么人 是 广告中我们有更多的讨论 马上回来 每年除夕夜晚上11点 准时出现在永连四球签 身兼寺庙主委 跟动上了三十几年 他是全台大帝王 身价大约是1431亿台币 2010年一度超越 鸿海郭台铭 他的智富之道 更成为传奇 白衣大地主 林玉玲 长期养地 等待时期成熟 再出手 连客房服务都要日籍人员 日本连锁饭店 来台展店已经34年 业绩蒸蒸日上 背后的推手不是大集团 而是来自中和神秘大地主 陈珠奇家族 大楼林里 唯独两大区块空地 杂草重生 千坪土地市值可观 但都只是陈珠奇土地资产一部分 陈珠奇的土地 遍及这一整条路上 让他有了南京东路帝王之称 从中和到南京东路 庆城街 共有上万坪土地市值超过260亿元 陈珠奇原本跟哥哥 在民国40年代经营砖瓦生意 后来越做越大 越产40万块砖 成为全台最大砖瓦工厂 后来60年代转型做钢筋 是当时有名的大厂 不断投资土地 也让陈珠奇家族资产越来越大 省到台一县贯穿新北市三重新庄 是台湾重量级船产聚集地 随着捷运站沿线新建 土地价值飙涨 造就不少地主富豪 像是低调的三重地产王蔡成 历经十大建设 台北县深格新北市 还有捷运开通 蔡成身价也飙破百亿元 好吗 欢迎这阶段新教育的来宾友 首先介绍的是财经专家献哥 欢迎好 大家好 命令老师 林振英老师 欢迎好 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虽然今天这个韩国瑜 特别是锁定中部 得中部的折天下 但是已经有人默默在中部 不断的囤地囤地囤地 早就当了中部王了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台中 尤其像我讲过我太太的故事 三十几年前在台中 支援佛教文物中心 穿西中帕年骨到底都买一千块 然后穿吊架 补兵两个 穿一个短裤礼拜 都买几十万 为什么呢 赶紧了 那赶紧为什么来呢 土地 各位台中因为相关的土地重划 产生了非常多的一个地主 那有些地主是非常神秘的 比如说台中的新火灾弹启用 以前台中火车头 后车头 你还要以前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三四十年前要去挽头 要去吸头 就要到后火灾弹去搭公车 所以后火灾弹相对于台中火灾弹 事实上是比较落后的 但是现在呢 怕通南八里楼 怕通南八里楼 任督外卖打通了以后 那土地就值钱啊 整个土地非常非常的值钱啊 那事实上在此之前啊 就已经有一些业主呢 想要以地换地 或是这个想办法 看以后能不能变更地木嘛 其实有一幅人家 那么他们更聪明 为什么 他们开始收老房子 那么包括这个套庭厨啦 包括什么全部都收 收了以后呢 事实上呢 只收不卖 就是我平房啦 公寓啦 我都收 对吧 套庭都收到来 我就买买了 我走过来 走人没关系 我就买买 那很多人觉得很纳闷 现在你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 买下来了以后呢 这一大片的土地 经过几十年了以后 就没想到台中 现在脱胎换股啊 现在探戏 单单以他曾经用花三千万 买下了一个老旧的饭店啊 这个饭店我以前 年轻的时候也走过去啊 也走过经过这个饭店 在台中很有名 他三千万买 就有入客的投资客呢 花一亿两千万要给他买下来 你就知道 那么事实上 土地的这个价值有多可怕 那当时呢 台中早年的时候 有钱买什么 双坡股 为什么 可以去种水果 对吧 种水果种什么 结果呢 他们的郭信地主呢 他们去买 挂坡股股 什么叫挂坡股 有溪流经过的地方 那边不是沙 那么就是石头 大小的石头怎么讲 不只切锅 我还听了就是 要做也装没东西 也没做到装水果 也没做到装水果 他就跟朋友参照说 他有一次想要种水果 跟朋友有这些双坡股 没有这块 我记忧一块了 他们朋友说 你那挂坡股股 没有人要抵押 对吧 不要拒绝 就没想到 803医院 那么中部地区的军医院 803医院 情义科大落成了以后 这些挂坡股 全部变成住宅区 旁边变成商业区 结果呢 全部土地就因为这样 它的价值翻了不了几倍 他的朋友却因为他的山坡地 因为九二亿地震的结果 连现在连那个 种这些水果什么东西 都没有办法种 所以呢 除此之外 那台中讲到台中啊 台中事实上呢 这些年啊 土地长得最惊人了 哪里 七旗 七旗重化区 很恐怖 豪宅啊 四个东西啊 那所以呢 最大的一个地主啊 外传啊 外传最大地主 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 这个吕崇明董事长 为什么呢 说他最多的时候 竟然有上万平啊 那事实上呢 吕崇明他在这个人称 非好平 他是我们台湾赫赫有名 他在黑白两道的关系 非常的好 然后呢 自己本身呢 又因为他很讲义气 所以呢 他自己在比如说 人民大过去那时 出力很大 然后甚至于包括 前台中市的这个议长 赵宏林被绑架 那么歹徒绑匪还指定说 他要当保人 然后他当保人我就跟你谈 然后这样子 你就知道他的这个身份 跟这个等于说地位有多崇高 然后呢 他又因为早年啊 那么买卖这个有线电视 赚了很多钱 所以被称为说 台湾最有钱的这个大哥 不过他非常的低调 那他也非常的这个孝顺 所以呢 后来啊 那么最近一次见面的 出现的时候 好像是前几天 竹联帮的帮主邀邀 那么在台北市 那么庆祝他70岁的生日呢 虎虎明出现在这个现场 好我们来看喔 真的是有土私有才 看看这几位 土地买了就放着 人家携你那些什么 死亡 携亡地 没事情 亡久也是你 因为呢 人总是越来越多的 好我们看了这几个 台中的神秘大地主之后 我们来看看 其实呢 你越早进入带开发的国家 你越早持有当地的土地 也一样是总有一天等到你的 我们来看这位越南王 这个大举进军 可惜时间好像不是那么的 稍微早了点是不是 我讲这个人叫丁善理 丁善理先生去世之前 我们曾经见过面 他也带了一大堆的资料给我 那丁善理先生呢 他为什么他号称越南王 原因是起因于1989年 李登辉接了总统以后 他推动了新南向政策 跟着国民党的脚步南下 对 然后那个时候 徐立德就找他 找他说这样子 你到越南去投资 那丁善理这个人 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 那他说好 到越南投资 你究竟你要给我多少钱 那徐立德说这样 共同出资总共6亿5千万 让你去越南打拼 6亿5千万 国民党出75% 那不错啊 国民党出了75%的钱 丁善理拿了这些钱去越南 各位晓不晓得 他在越南搞一个加工出口区 这个加工出口区是高雄的三倍大 是高雄加工出口区的三倍大 然后第二个呢 他又搞那个发电厂 那这个发电厂呢 跟现在台中火力发电厂一样大 然后他又有一个联新开发区 联合的新盛的新 联新开发区呢 他又有养殖场 又有休闲中心啊 等等那些 他把台湾的香蕉技术啊 把联雾啊 椰子啊 通通都输送到越南 从1989年6月进去以后 到了1994年 差不多7月的时候 刚刚好国民党整个政权 发生改组 刘泰英接了居立德的位置 那刘泰英说 6亿5000万新南向 结果呢 弄得谁 弄得丁赛李一毛钱都没有 因为他全部都放在投资开发区 好 那刘泰英说他要撤资 那丁赛李说 既然你要撤资的话 你就卖给我们 所以国民党说 他是保留10% 结果没有想到 在1998年的时候 突然越南王赚钱了 各位晓得 越南王赚的钱 就是发电厂的钱 那个时候他赚的是发电厂的钱 他土地开发跟农业生态园区 这两个地方不赚钱 但是他的发电厂 可以供应胡志明市 45%的用电 所以他的电厂运作成功 那他企业形象起来的时候 澄清智告他侵占 告他侵占两个互告 但两个互告的时候 偏偏国民党 国民党那个时候他又撤资 那又撤资的情况之下 调查局就开始查这个案子 结果讲完不到一个礼拜 他到律师那个地方 突然就是墜楼 墜楼以后 惠敏非常奇怪 国安局三处处长管那个国内的 三度到他最楼的地点去 全面性的侵查 为什么 他们认为究竟是他跳楼轻声 还是被自杀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这个案子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定论 就是国家安全局突然去了那个地方 那为什么调查局要调查他呢 就是陈青智告他轻债 然后还有内线交易 内线交易两个罪 那个时候这两个罪都是重罪 所以丁善理那个时候 他曾经跟我讲 他第一个 他是太相信国民党 为什么相信国民党 因为刘泰英跟徐立德的 我们不能讲权力之争 就是说内斗 内斗波及到他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呢您如果到临边 早年临边还蛮热闹的时候呢 来到来临边吃海鲜 临海鲜最有名是咱们 永新海鲜 憲哥你会吃贵吗 我不吃贵 但是临边 当然叫做南斗 过去在四百年前 我们第二代 第一代的移民过来的时候 他们选软的软家 其实有人说软 有人说软 软家 他们为雍正那时候 他们来到高雄的时候 高雄已经晚了 人家说高雄过去叫大狗 冰冬过去叫厄狗 所以他就搬到南斌 南斌的时候 结果在南斌有五岁的村庄 所以他建立的建筑 看起来就跟日本式的一样 都是日式的建筑 因为他们的建筑 怎么去日本留学 在日本还有零联拜 本来在南斌 在买肉丸 买肉丸 买肉丸后 要开小吃店 因为他们 正在立委做生意园 开始慢慢地 他们开一间永新海鲜 海鲜饭店 那间永新海鲜饭店 那个时候在南斌 是有九千的啦 你只要由高雄去南斌 很快 高雄人有时候 走到南斌 买肉丸的时候 也是都指定永新海鲜 你知道厉害到什么程度吗 永新海鲜 八百多幅 里面可以开一百桌 整个的翻作在四届 因为满豆买四百桌的菜 你以为在南斌 那个所在比高雄都比较清 那过年的时候 在算钱的时候 满豆买 他们都受现金嘛 ayeri行赠住保陛 整个滑倒在八桌 整个青蛤 没时间好乏 为什么这样厉害 因为他们修理 做生意园 做立委 所以所有的中央要员 包括那还没领 人医生主义 包括宋秋如 包括所有的生意园 到这边东 一定第一名就是要去永新海鲜 去吃饭 最有名是 黑鱼鱼鱼 跟什么 貴氣圓 貴氣 做圓子去擠 最明顯這兩道菜 那是秋露菜 賺錢賺賺的 哇 這個時候他們兩把這個用生發源賣了 賣的身體 一九百二年的身體賣起來 賣起來做什麼 做交代授 交代授之後 經過五十幾年 因為這是民國五十年開始開用生 經過第二代 第三代 五十八年之後 他們總不需要經營 不需要經營 他像是用生 跟他的用生發源家整個都去桌子銀行 結果被拍賣 被拍賣以後 他們是調理賣的拍賣 被拍賣以後 在2013年去發拍的時候 他們軟掉了 他有孝胎 萬尼大王買回去 再自己買回去 所以說到他們拿賓家所有的 包括他那時候 因為他本來就是當港比較熱 要當港一個拿起來之後 整個都叫當港去了 真的 黑暗湯 大家去當港的時候 吃那幾個都黑暗湯的 吃到一桌多少 清理庫 那很燙 買了變成兩千 現在差不多三四千里就能夠吃到 慢慢當港一個拿起來而已 拿賓總要漏了 如果拍賣的時候 有一個賣豬肉 他總要給他買 用六千萬賣後 他總要叫那些老傢伙倒回來 永興飯店跟永興飯店 也是永興飯店 所以你現在去拿賓的時候 一樣有辦法去回憶到 民國五十年代的那樣的老滋味 真的很有人情味 特別請回了六成的救援工 打造大家心目中的永興飯店 那我剛剛講啦 有吐司有財 但是為什麼 我買這塊塊 就是沒辦法去 沒辦法去 沒辦法去 為什麼隔壁那塊塊 就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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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兵兵兵兵 怎麼在為什麼 雖然說有吐司有財 但是你如果買到一個帝王 不得了了 不得了 這是我一個面板科技的 企業的老闆 他首先帶我去看 這個企業有的時候 他會有一種相信 這是蔡萬彩在弘襲山莊 他曾經守護過 那這個風水一定很好嘛 所以後來就帶我去看這個 看了他喜歡 可是他小孩不喜歡 不喜歡呢 那他們這個集團呢 在這個海軍的旁邊呢 海軍的指揮部 就是到就是圓山的那個區域 那個區域有一個非常好的風水 這集團早就把它買下來 買下來呢 只能蓋了九戶的別墅 他這個九戶的別墅把那個戶改成富有的戶 然後他就帶我去看 哇 怎麼這麼漂亮的地 居然還可以蓋 那結果這個老闆 我就建議他 他要買四間 就連公司的 就一起買 買了四間 買了四間回去呢 那蔡家就本來自己留一塊 留一戶 這一戶呢 是有比較多的土地 多一點麒麟地 他想說這塊地 比較大地嘛 我先留這塊 結果他自己也沒在意 後來又請了這個風水師去看以後 他慘了 他賣掉的是地 地王 地王 就是說那塊地裡面會有一間 剛好是在龍穴上面 那這一間就是裡面的王嘛 那他說 我慘了 怎麼 不小心賣出去了 這種事能不小心嗎 所以這個有時候浮地 浮人居 就是說你為什麼不提早看 你想說留大一點土地 也多齊麟地 那結果呢 地王慘了 那這個集團呢 其實他也曾經請我到平潭 平潭他要蓋這個很大的工廠 那結果呢 當時是那個 現在已經在座監的那個 拱書記 那當時他很有權力 那結果讓我看兩塊地 可是兩塊地都是 奧地啦 然後老闆就想說 我好不容易請你來 看了兩塊地不帶不緊 然後就跟拱書記講說 我請地理師來 你怎麼給這種地 後來他說 漏氣了對不對 對 他說 好啦 我帶你去看一塊地 哇 那塊地 是所有平潭裡面的 也是地王 就是風水最好 所以跟中共打交道 他一開始出所給你的地 你不要就真的吞了 你要抗議 他才會換地給你 後來新的這塊地怎麼樣 其實拿到了 拿到了還不夠 就旁邊再拜託他拿更大一點 因為在這個中共規定 工廠旁邊不可以住 這個員工 可是因為那個地方特殊 那遠雄也在那邊蓋了 三棟大樓 真的很高大樓 那後來那個拱書記就 他自己就 就哀聲了一聲說 我請五個地理師來 叫我辦公室設這裡 結果你給我選這裡 那沒辦法 因為他想要讓習近平高興 就是說他有在做事 所以他後來這個工廠也開工 也會去 就是說 你說那塊地有一個名稱 那個一塊地 在他們當地稱為 叫做麒麟 麒麟的地 那麒麟地就是 表示很漂亮 可是如果你從Google上面看 它已經填海 更像一隻狐狸 雕的一塊肉 那因為這塊地 其實在習近平裡面 它是三大建設之一 這個島 它把它地下化 我們到地下去看的時候 它光一百公尺 花了八千萬人民幣 裡面有走道 有車的通道 有電線 通通埋在裡面 因為平坦這個地方 風太大 那狐狸雕肉是能賺錢的嗎 其實它在風水上 金門是出降的位置 平坦是入降的位置 他認為台灣人 將來統一 會在這個地方先實現 他有錢以後 他就在想 我要留給後 這個子孫要怎麼留 他就請問我去看了一個 在金山附近 有一個以前有一個遊樂園 已經荒廢了 那這個地主想要趕快急著賣 那他就去看 看幹什麼 買這個山幹什麼 買這個山跟一般人不一樣 有的人說來蓋房子 以後這個是發達 他不是 他這個山他準備要做樹銀行 樹銀行就是我現在呢 樹越來越貴 那我如果買到了樹 還有他原來裡面有很多黑松 是原生種的 那個一棵樹 大概都兩百五十萬以上起跳 那他想替子孫準備的話 把重要的樹都移到這個山來 當成樹銀行 這樣將來留給子孫 這個時候也不必政府 給他扣遺產稅 你樹賣了誰知道 所以這個聰明 那為什麼叫林圓買地 為什麼叫林圓買地 他幾乎都是那些樹 你算那些裡面的黑松 就是他買的價錢已經夠了 等於假設他一千塊買那個 一千萬買這塊地 他裡面的黑松就超過一千萬的價值了 對啊 就是你等於就拼 原來是這樣子算的 好 我們來看看 這個有錢人在買地的時候 最怕什麼 最怕被跪去了 讓他跪去了 但是你如果沒有 稍微跪了沒有 又要把人家搶去 你又不敢 這個時候就需要精算師了 對 沒錯 那麼國泰蔡家一向讓我們覺得 就是台灣的幾大家族之一 做建設保險都很厲害 那麼事實上他曾經出了一位 很厲害很厲害的精算師 那麼據說蔡萬寧先生生前 那麼沒有 每天沒有跟他通電話 就會這個寢食難安 他是一個很低調的人 張調呢 事實上 他是婚臨頭口的人 那麼早年的時候來到台北 考上成功中學 後來進了這個成功大學的建築系 也讀了碩士 當年碩士成大的建設 這個建築的相關碩士很有名 然後很多人都覺得自己很厲害 很了不起這樣子 他進了這個國泰 進了國泰以後 他跟別人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每天早上七點 公司大門開 一個準時站在外面 門打開就進去 然後呢 別人啊 公司主管在交代什麼東西 幹什麼的話 大家會寄啊幹什麼 一年大概寄一本的筆記本 他一年可以寄到六本筆記本 也就是他巨細民意的 把各式各樣的規劃 然後長官的交代 全部都寄下來 然後呢 他都把這些相關的資訊 默默地記在腦海裡面 終於等到有一天 那麼蔡萬林想考一下 這一些三十幾位 那麼從成大 還有各個大學畢業的 這一些很厲害的 都有建築師 執照的這一些工程師 問他們一塊地 這一塊地 他拿紙一塊地說 這一塊地如果要買賣的時候 要注意什麼 會怎麼爭執會怎麼樣 結果沒想到 這個時候髒掉 站出來了以後 噼哩啪啦把這塊地 怎麼買怎麼弄怎麼爭執 講得大家瞠目結舌 所以馬上獲得著身 然後呢除此之外 他的這個成功之座是哪一個呢 各位現在到台南去 會看到星光山越 有一個星光新天地 然後旁邊就是大一立志酒店 就是他的杰作 為什麼呢 當時他的前身 事實上是台南監獄 那麼有接近三萬坪的土地 那時候要標 要標的時候呢 那麼蔡家他們呢 其實一開始只想標21億 結果他獨牌終於說不行 這樣絕對標不到 要標26.3億 可是 一下多5億耶 哦呦一下多那麼多 然後大家想說 欸假誤贏耶 怎麼可能 後來蔡萬寧一聽髒掉說的 他這樣說一定有他的道理 所以直接加碼27億 結果就標了以後 好你教授為什麼 原來第二標 也就另外一家這個建設公司 標了25.8億 也就是跟他本來的26.3億 差一點點而已 差幾%而已啊 如果不是聽他的話 這塊地就別人拿去 你看現在這個地方多風光啊 所以後來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那麼張調他自己很精算 然後呢薪水那時候啊 就漲到一年700萬 他在做上班族的時候 蔡萬寧就給他破車 然後呢他就已經是一個 上億資產的上班族 所以後來啊 他才自己出來做 做了以後 因為蔡萬寧跟他講 我們做人啊 有多少實力 你就去做多少事 不要貪多 不要貪貪貪多物德 然後呢 但是如果要做就把它做好 所以後來他很低調 在台灣的這一些政商名流裡面呢 不是那麼的這個有名啊 但是卻在高雄 默默地搶下自己帝王的封號 好我們看到這個是目前呢 是高雄新的土地公 再來看看 台中也曾以為土地公 本來是中霸天 為什麼混著混著變成了打公仔 這樣一個落差實在是非常大 其實楊天生出生是農家 跟他哥哥一樣 但是後來呢 他做土地開發 喔賺了不少錢 我們曉得這個土地的增值啊 從當時台中當地的人的一個 我們口中所說的叫做 台中造證計畫長益村 據說喔 這個長益村每平的回收利潤 就高達一千五百倍 那太驚人了 超恐怖啊 觀眾朋友 我們不要說一千五百倍啦 我們就說那種我們常講的說 這個都市計畫啊 然後呢那個土地重新開發了這樣子 重劃區等等 至少也都可能有兩三倍對不對 都可以讓很多人 從長益村變成了好爺人 那何況是一千五百倍呢 十倍就夠啦 好啦那後來他有錢啦 有錢之後呢 他就開始 乙商養政 但也正因為這乙商養政 讓他後來從中霸天開始 一路往下摔 好我們先來講 本身呢他後來因為有錢 他也開始從政 從政楊天生自己呢 他當過國大代表 他也做過國大代表 主席團的主席 當然他也會扶持他的兒子啊 所以我們來看看他的兒子 就是楊天生的這個 他的兒子叫楊文新 楊文新曾經他這個 做過立法委員 但是在之前他是做審議員 什麼年代啊 其實他在做審議員的年代 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劉秉偉那個年代 你知道楊天生的兒子楊文新 他當時呢 後來做審議員之後 到了1994年 他決定更上層樓 他們父子可能也覺得說 他們在政商這一塊的實力 已經夠了 不管是錢 經濟的部分 或者是這個政治的部分 應該是夠了 所以他決定要更上層樓 要做審議會的副議長 可是上頭根本就沒有提名他 所以他就違紀參選 沒想到這以偉意參選 1994年 他的確當選了審議會副議長 那時候劉秉偉也是議長 那又怎樣呢 你得罪了乘風人士 誒話也真巧喔 父子倆呢 在那個時候攀到人生的頂點 以傷養症 可是也就從那時候開始往下摔 從1994年之後呢 他們得罪了乘風人士之後 這麼巧的時間點 你看 後來他們家的這個企業 就開始出現了很多被調查的現象 蹦蹦蹦 加上2000年的金融風暴 結果後來呢 長藝當年的中霸天 本來版圖有什麼 有長藝電廠 有月媒 朝陽科技大學 還有朝陽人壽 還有范雅銀行 惠平有印象吧 范雅銀行那時候也是 哇 那個非常的火紅 全部通通下架了 但是 你以為這對父子的名字 就從此在我們的媒體消失了嗎 不 我跟各位說 今年的2019年的3月 突然冒出一件事情 說檢察官去起訴了他的兒子楊文欣 他的兒子為什麼被起訴呢 因為台中現在又跟土地有關 說台中靠近七旗重劃區的 叫黎明重劃區 是台中史上最大自辦土地重劃案 好啦 結果這個案子會何扯到楊文欣的原因 就是因為檢察官發現這裡頭有人在裡頭上下起手 故意以這個人頭為名進去 然後取得了這個重劃委員會的這個位置 然後呢再去操弄一些地主 從裡頭去 來上下起手哪些 包括虛偵人頭 取得重劃土地的主導錢 然後呢福報重劃工程費用 以私化地騙取較高價的土地 哇 便宜的土地呢 被你給這個 又官司產生了 變貴了 都到你這邊都這樣子了 然後最後我們來看看 拆遷費 補償費 兩億三千多萬 這檢察官發現他們有這個虛偵的現象 公共公證費十億四千多萬 甚至不法獲得 抵費地增加一萬兩千兩百九十一平 這些是多出來的土地喔 合法與不好法利益超過三百億 起訴名單包括楊文欣 楊文欣後來有出來否認 他說他只是這個 重劃委員會的這個顧問而已 但不管怎麼樣 因為他的兒子 從現在因為這個案子被起訴 所以又再度浮上了檯面 有人就問啊 那你父親楊天生在這裡頭 是什麼樣的角色 我跟各位說 楊天生曾經有被楊文欣請去問話 但是後來又請回了喔 那楊天生曾經在這個 對外表示是說 他現在只是一個打工仔而已 但是你不要想說 那這樣買地是肯定賺的嗎 也有富豪 他從誰財裡面賺大錢 進軍土地界去踢鐵板 做海產做得賺一個身價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 顏緣博 你看起來很像日本人 很像的啦 這是國後筆而已 他住在平衡 他們老爸在做什麼 他們到自己有時 他高的兄弟 他拜託 稍後筆 先去那時 煮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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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偷的 他說這個老婆要做你 他們老母子那時候 偷偷約300塊 快走離開 霹靈 來台南 包扣他們一個親家 他們親家在開十塊店 十七塊的 年輕人 我家做什麼 十七塊 三百塊 他在晚上 他去煮飯 煮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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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他套早 細點 去台南 去煮飯 去煮飯 我幫你幫忙 這不簡單 幫你煮飯 有決心 十七塊 有那種偷偷 做不用錢 做三個月 他不熟 那裡 阿伯 大家都不熟 什麼人大飯 什麼人小飯 什麼人是做中飯 什麼人是煮飯 割一割去外面 他都知道 都不熟 一個十七塊的 孩子三個月不熟 然後去把他們老婆割 他們要煮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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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煮飯 魚捏起來了 爸爸捏起來了 直接第二天就煮到台南了 開始在做四年 探尼人生的第一桶金 去做冰之後 做那個魚 讓他們煮飯 做冰之後 他不可能去跟他們煮飯 對不對 所以一九七六年 來到這裡 來到台北 萬大陸 他開始做一間 賣魚的配飯 另外第二次 他要下去做冷凍 冷凍之後 做魚散的加工 在一九七六年那時候 我跟你說 如果魚有夠好賺 因為台灣的魚 那時候開始起來 拖往一夜 整個都改良 魚鑽越做越大 一台魚鑽七千萬 至八千萬 人家給你貸款五千萬 一年就賺回來了 所以就開始做魚鑽 做魚鑽買回來的魚 開始外銷 魚一台八千萬 一年就回來了 我的天啊 一年就賺回來 我的媽呀 所以說一年就賺回本 那時候外銷 日本最好的是什麼 班傑鑽 你要買班傑鑽是嗎 四百 這兩百 唉唷 更好吃更好 日本人就關回來 關起來 就讓我吃吃吃吃吃吃吃了 他第一筆的頂端 你知道多少嗎 每人都是 三檔 兩檔 第一筆的頂端是 幾百檔 日本智慧隊要吃的 智慧隊要吃的 哇 你去本軍隊要吃 因為你 你搬一下什麼不給我 超越才好 一定要在那裡 躺三年 躺一個機會 我們現在是躺第一筒 躺一個機會 但是1980年的時候 超越病變 超越病變 他就想 現在外銷派做 外銷派做 來做萊銷 我本來就在做萊銷 開始從來去美國 去日本的足利 去找一些魚鑽 所以現在台灣 在外面你吃鹽血 鱈魚 兩片 是一片銀鑽魚 這麼厲害 對 1985年就 一年做二十四億 現在一年做四十五億 但是 1985年的時候 他想說 我要做萊銷的時候 你不是要蒸鑽魚 對不對 蒸鑽魚是整隻的 但是你學員不是要自己切 你不是要開工廠 就欺負一塊 就你剛才說的 33歲的年輕人欺負一塊 還沒去查清楚 一個鑽過後 那一塊都欺負幾千萬 欺負一塊 就不知道 都沒有幾年 所以他這種經驗 1992年民國八十五年 我是台灣 真靠魚最青的 來銷我也來行 二銷我也來行 去為麥當勞的副總 我們來開餐廳 一次不開就要開一間 太少 不要說太少 是啊 一次開三間 開三間 你將麥當勞的SOP 跟我引進去 結果市場不買單 所以他說 他說多財多益 益不精 專精一益可成名 再來看看 這個有特權的時候 居然有零元購地方案 剛剛講的零元購地方案 是什麼 這個三坡地我整個買了 結果裡面有很多樹種 是特別值錢的 幾乎等於買地的成本 通通都抵銷了 但是這個零元購地方案 是你要有特殊身份才能買 今天我講的是 吳守公跟任爵武的故事 他們這兩個都是 中央軍事院校校友會的大咖 這個大咖的背後 真正支持他們的是 黃埔一騎叫做袁守堅將軍 袁守堅他擔任過 國防部政務次長 他也擔任過交通部長 剛剛好國府遷都來台的時候 他們看中的地是哪裡 就是玉道 所謂的玉道就是現在的中山北路 從行政院一路到北安路 這個玉道 他們看上的這個地方 很多地方都是日采 所以他們用中央軍事院校校友會的名義去接收 接收完的時候 蔣介石知道了這件事情 他就告訴他們 這一些因為士林官邸一定要通通往玉道到總統府 他說你們要好好開發 所以他就聯合了五大家族 蔡家 然後共同開發所謂的中山北路 那共同開發中山北路的過程當中 各位曉不曉得發生了很多事情 如果是一般老百姓的話 根本解決不了 為什麼 因為這一條路上面就有一個中山科學院的園區 那個時候叫做軍事園區 是老蔣經常去的 不要忘了國安局的局本部那個時候也設在那裡 就是現在的建坛活動中心 還有聯勤外事紀錄部 美軍顧問團 美國大使館的官邸 整條中山北路幾乎都是官道 全部都是官道 你要把這一些官全部都給打平 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但是無論是吳手工 無論是任元武 因為有袁守謙 有三個中常委他們的支持 所以就把土地權全部劃分出來 各位要知道 大概憲哥這種年紀應該知道 那個時候有蔣介石的殷親 開了一家叫做吉樂殯議館 是蔣介石母親的殷親 他開的 有人就有辦法把他給說 你給我簽到六張禮去 比蔣介石還厲害的 這個一定是得到蔣介石的支持 但是他那個殷親 這些人怎麼可能敢惹 一定是談好利益的條件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整個中山北路 應該要跟六張禮社聯合起來 他那個殷親到了最後 有那個十公頃土地都在六張禮